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曹立荣 山东德柔人 从二十多岁起开始独立健诊病人 我的主攻方向是中医的神志病方向 包括抑郁症 焦虑 睡眠障碍 儿童的多动症 抽动症 自闭症 发育迟缓 还有癫痫 青少年的帕金森 大体就是这一个范围 我们家中医是家传四代人了 从我妈妈的爷爷 就是我的外祖祖父开始 老人家生于清末 有机缘认识一个道医 他的师父 然后后边就跟随他师父去云游行医 中医实际上是道家武术之一 其实你越深入了解你就觉得离不开他的 因为他是只根据生活当中 他是不光是治病 他是指导人们的生活 就是怎样与自然相处 我们就像地上的草木 其实是一样的 自然的产物 怎么样趋利避害 用现代话来说我们要健康吗 这个不是说你得了病了才来治 平常的日子里你该怎样去做 达到不得病的目的 得了病是哪里得的 这个都是从生活之中造根源 跟个人的体质相关 跟你的生活方式相关 生活中是离不开着的 自闭症 高功能的自闭症 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的 年轻人的时候是三岁大 当时觉得是快三岁的时候 当时上了个小特班 你不是说三岁吗 因为他可能孩子在一起 对比不清净 到时候跑了 现在家里吧 他也能说话 对 他说话是正常时间说的 除了大运动之外 其他还算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两周之前是正常的 最起码你们没有发现有问题 对 然后可能很多 可能就还是说话少 但是我也能说 也能说的话 表达可能少一些 稍微有点问题 但是没看出什么太什么 是吧 不要可知 所以我们就是要的 有知 有知 而且我告诉你 我这专制这样的孩子 你这种算轻的 其实我们中医管这种动来动去的 这叫烦躁 包括他遇到事情不会处理 急眼 你这个是轻的 有的都把手这个地方咬出 出茧子了 出了大后皮了 有的自己打脸 神治病呢 其实是个大翻手 但是为什么要主攻这个方向呢 因为这一块呢 传承的少 真正会治疗这一块的人很少 而且这个呢 治疗神治病呢 非常费精力的一件事情 可能这辈子干好这一件事 也就很不很不容易了 无暇估计其他吧 这个病呢 它是跟五脏六腑跟经络都相关的 用药的方式呢多种多样 我不需要它服药 不需要口服 但是它是一种透过穴位 来伸透入药的一种方式 人体这个穴位啊 它是就像孔洞一样 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 就是血 就是孔 可以禁药 这个呢 需要病人 需要安静 就是需要进入一个相对安静的状态 类似于催眠 但是不是催眠 然后呢 全取固定的穴位 不同的孩子呢 可能不一样 开血以后来进行熏 直接就进去了 也不用破皮 从小我们家就让药熏透了 然后来往的都是病人 看到的也都是底层的这些老百姓的这些疾苦 这个东西必须要有人往下传着 我可以不干 但是不可以不往下传 一定是要往下传的 不能通过这儿断了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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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